金光閃閃的巨型立方體布滿三角形圖樣 不只有層次感又淨顯奢華 但這可不是什麼科幻電影場景 而是沙烏地阿拉伯正計畫在首都利亞德 打造的巨型摩天大樓 預計2030年完工 不只會成為市中心最高建築 也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結構之一 外觀夠有突破性 內裝同樣獨特 中央位置會是封閉圓頂中庭 還將整合酒店、商業空間、娛樂設施 零售商店、旅遊景點等各項服務 而更讓人跌破眼鏡的 它會是世界上第一個沉浸式地標 用數位虛擬技術創造體驗 雖然這回沒公布巨型摩天大樓 預計投入的天價金額 但其實沙烏地阿拉伯有錢到無法想像 光靠國家的石油公司 就能讓國庫不愁沒錢花 沙烏地阿美最新就公布了 2022年獲利1610億美元 再創有史以來最高 也難怪沙國的科幻建築計畫 總是一個比一個顛覆想像 東森財經新聞陳怡軒葉子晶綜合報導